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白宫今天宣布 大规模释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 预计每天释放100万桶 时间持续半年 总释放量可能高达1,8千万桶 目前美国拥有大约5亿6,800万桶的原油储备 根据汽车协会的数据 截至到昨天 美加轮汽油的平均价格为4.24美元 比上个月的美加轮3.6 和去年同期的美加轮2.9 分别上涨了17.8%和46.2% 在白宫计划浮出水面后 美国主力原油期货跌幅扩大 下跌超过5.5% 白宫官员说 释放战备石油储备将立即推高全球供应 此举还将与全球范围内的盟友协同 有分解指出 拜登政府大规模释放石油对抗通货膨胀 总量高达1亿8千万桶 以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汽油价格上涨和供应短缺的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廷今天签署一项法令 4月1日起 俄国将停止向不友好国家供应天然气 除非这些国家该以卢布支付 这项行动代表普廷升高对欧洲国家的压力 目前为止 俄罗斯天然气的买家一直拒绝以卢布支付 依据普廷签署的法令 外国买家必须在俄罗斯的银行开设卢布账户 并透过这些账户付款 这项法令适用于对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法律实体和个人采取不友善行动的48个国家 克里姆林公表示除了要求以卢布购买天然气之外 也考虑对石油金属和化肥等其他大宗商品进行类似的要求 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马克博士说 如果有有力的证据 有资格注射第四季新冠疫苗的人 可能会再注射第五次 根据公共卫生专家预计 冬季疫苗的免疫力会减弱 病毒的传播会增加 马克还表示可能会针对特定的新冠病毒变体 提供不同的疫苗 目前的疫苗是针对一代病毒开发的 随着病毒变异和时间推移 他们的有效性下降 目前辉瑞和莫德纳正在针对 Omicron和其他变种病毒的疫苗进行临床实验 美邦视频教务管理局将于4月6日召开 顾问委员会会议讨论未来在全美注射加强疫苗 以及疫苗是否需要更新等议题 Wall Smith 27日在爱尔斯卡颁奖典礼上 狠扇了Chris Rock一巴掌 引发各界哗然 Chris Rock沉淀了三天之后 昨天在波士顿脱口秀的节目上 首度提到此事说 我还在消化 据报道他一登台便被全场如雷掌声簇拥 他开玩笑的问大家 周末过得如何引发台下的振振笑声 Chris Rock接着说 我对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毫无头绪 如果你们是来想听这一些 我会说我在这个周末之前 就已经计划好一个完整的节目 我还在消化已经发生的事情 所以只要时机成熟 我会开诚布公的讨论那件糟糕的事 而那会严肃又有趣 奥斯卡颁奖电力事件发生后 Chris Rock的世界 寻回个人脱口秀 门票一页卖翻 票价和销量双双看涨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